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要持卡人大刷特刷 除了折扣要狠杀回馈多少也很重要 如果有一张卡让你从缴罚单到买保单都回馈3% 很多持卡人当然给他刷下去 中国信托的LinePay卡就因为在今年内刷什么几乎都回馈3% 拥有一群热情卡迷 11月起更因为台湾和富邦人寿网络投保都拉高刷卡额度上限 让LinePay成为最新刷卡缴保费审卡 甚至出现不少百万级刷手 开售和富邦人寿自11月起经金管会核准 针对网络投保特定商品可拉高刷卡缴保费上限 开售网络投保商品依富邦利便年惊险 最高可刷到20万元 富邦人寿的豪开心也是利便年金 最高可刷到100万元 富邦人寿在开卖一周内就出现近10名百万刷手 单日保费冲破1000万元 11月网络投保单月业绩已破6000万元 台湾人寿也不遑多让 到11月底 网络投保累计保费收入已突破4000万元 挤进市场前三名 开售和富邦人寿都不会延 网络投保拉高刷卡缴保费额度后 与民众习惯在网络上刷卡并希望获得信用卡回馈有关 台售的一 富宝 目前开放刷卡最高额度到20万元 用LinePay信用卡支付 一次可回馈6000点 但富邦人寿的豪开心 只要你信用额度购病或银行同意 一次可刷到100万元 据了解 富邦内部传出好开心的百万刷手 近八成都是刷LinePay 可见中国信托商银时卡人不止基盘庞大 且还非常多金 甚至热烈捧场抢购富邦 人寿的保单 且如果刷到100万元 有3%回馈 立马可拿到3万点 LinePay点数 一点等于亿元 可以当现金在新光三月内逛半天 可能都还花不完 根据中国信托商银公告 自今106年5月1日起 刷卡小保费若采分期付款 LinePay不提供点数回馈 但台售和富邦人寿保单 都属于一次性东交保费 因而不在此线 不过LinePay卡有目前比较担心的是 首年3%高额回馈 已在倒数计时中 优惠在今年底结束后 明年可能降为2% 不少卡有也在网络上发生 希望优惠不要结束 但3%回馈对银行 和发卡组织来说 这笔成本实在不轻松 中国信托LinePay 因为3%高额回馈 拥有一群热情朋友 记着孙中英摄影分享